中国银行加拿大于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召开了迎新春媒体答谢会 中国银行加拿大总裁王立军在会上表示 虽然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有所放缓 但其实正在经历结构调整 家中经贸在此调整下也会更加成熟和平衡 不过与亚洲欧美等国家相比 家中贸易额总量小 对人民币接受程度不高 虽然在多伦多设立首个人民币结算中心是一个大利好 但仍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银行加拿大仍希望继续为两国的双向经贸投资提供金融支持 他们也在积极地进行设立分行的申请 满足不断热络的家中经贸交易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中国银行加拿大特意邀请了 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们欢聚一堂 续友情化未来 喜迎扬年的到来 今天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两位特殊的嘉宾 那大家都知道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一位是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 徐伟副总领事 还有一位呢是海航加拿大办事处的总经理米伯先生 那今天呢我们在家的所有的行领导也参加了这次答谢会 他们是我们加拿大中国银行的行长王立军先生 库航长沉济华先生 还有我们的首席风险官庄雪慧女士 新年一始呢 我们加中航今天呢 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首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洋年的新春答谢会 为什么首次和唯一的一次 我们航领导首先想到了媒体的朋友们 因为多年来 加中航在加拿大四个城市开办了 已经开办了十一家分行 在这二十多年来呢 我们承蒙各位媒体朋友的关注 支持和理解 我们的业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们也通过各位媒体朋友 通过你们的文字 通过你们的画面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中国银行加拿大 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客户 与我们加中航结缘 在此我们对媒体的朋友 又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所以呢 今天在我们扬年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航领导特意安排了这次答谢会 把各位记者邀请到这里来 让我们欢聚一堂 来分享我们加中航二十多年来 成功和进步的喜悦 同时也和大家来分享 迎接新年的快乐 我是中国银行加拿大 个人金融部的负责人陈建 那为什么今天搞这个 新春媒体答谢会呢 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也介绍过了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搞 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面 搞这种答谢会 那搞第一次答谢会呢 就想到了媒体的朋友们 因为这么多年来 中国银行在加拿大 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加中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好的一个发展 那尤其是媒体对我们的支持 媒体对我们的支持 因为没有媒体给我们做宣传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中国银行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媒体是功不可没的 而且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媒体来认识了 认识了中国银行 找到了中国银行 成为我们的客户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业务量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说对媒体这个充满了感激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次搞这样的活动 就想到了媒体的朋友们 尤其是在阳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机会也来一个是祝福媒体的朋友们 也希望在今后能够得到媒体一如既往的支持 就是加拿大银行监管的一个体系 就是它分了几种 Schedule 1, Schedule 2, Schedule 3几个银行的牌照 银行的牌照 不同的银行牌照 它经营的范围是不同的 那我们现在是Schedule 2 那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申请Schedule 3的这个牌照 那有了这个牌照之后呢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分行的资格 就作为中国银行集团总的 就是中国的中国银行总集团的一个分行的一个资格 分行的资格呢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资本金 我们资本金就不是我们目前子行自己的资本金 我们目前是一个子行 那我们的资本金是多少呢 就是我在加拿大的资本金有多少 我账上的资本金有多少 我就能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这个监管要求做多大的业务 那将来如果我申请得到了Schedule 3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国内母航的一个分行分支机构 那我们的资本金呢 就我们加拿大中航的资本金是多少 就视同要看母航的资本金是多少 那知道中国银行是世界500强的企业 它的资本金规模是非常大的 那么有这么大的资本金支持的话 我们将来可以做更多的业务 尤其是资产业务 融资业务 可以给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的支持 非常高兴 刚才我们陈建总已经把今天这个主题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加拿大中文化这一年发展 我们媒体朋友给了很多资本 这里的好多我们的媒体的朋友 我都很面熟了 很熟悉了 经常的在一起互动 所以今天见面非常高兴 那么这个新的一年 今年是洋年 洋年在中国的农历里头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年 这个反而是比较吉祥 就是这一年能不能发大财 我们加拿大中航去年 在承蒙各位的关照 发个小财 今年呢希望发个大财 那么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会发大财 那么既然大家来了 这肯定大家回头有些问题要问我 那想就一块说一说 一个呢我想 你有这个机会啊 把这个中国的经济 让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简单说几句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 他们加重行的这个青春活动啊 王总跟我说的时候 我说我一定要来 因为有两个考虑 第一呢就是中国银行 从我本人来说太有亲切感了 王总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第二个呢 今天是跟媒体朋友的一个联欢 媒体朋友我在 作为总领馆的副总 也是我主管的一个一块领域吧 跟媒体朋友 我们经常在很多场合都见面 所以说今天这个活动 我想我必须要来 刚才呢这个王总呢 给大家上了一堂 应该说比较好的一个经济课 我给大家透露一下 王总在国内 也是很多大学的教授吧 经常给他们讲课 然后呢王总也多才多艺啊 这个写书啊 作画啊 都挺厉害的 我们管理都收藏 王总的一幅画 所以说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 听王总讲讲课 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种 很好的一个收益 我们最近也在做一篇调研文章 关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 尤其是这个油价下跌 这个人民 不是这个加币啊 贬值对这个中家贸易的影响吧 所以王总今天的讲课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是这个 中国的春节 阳年 在这个喜气洋洋的节省时刻 我愿借这个机会啊 祝我们广大的华侨华人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阳年大吉 何家幸福 当然了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也祝咱们加中行 也就中国银行 加拿大 业务真真日上 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中国 祝多伦多总领馆 也一如既往的支持 中行 中国工商行 建行 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 在这边开拓他们的业务 谢谢 华TV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海南航空 多伦多办事处的总经理 米波 在这个阳年到来之际呢 也代表海南航空的 诸位同仁 祝大家三阳开泰 何家幸福 在未来 2015年 乃至更远的日子里 海南航空会继续秉承 我们的 一颗为尊的 电小二精神 为广大 往返中家的旅客朋友们 提供更舒适的服务 也感谢过去几年来 观众朋友们 对海南航空的一贯支持 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预付卡 就是人民币预付卡 就是里面是 先处置 后消费的卡 这张卡呢 被我们的客户 都用来购买了之后呢 一个是拿到中国去消费 比如说送亲朋好友啊 过年的时候 当压岁钱啊 你就不用到了中国之后 你再拿加币去换人民币 你可以在我们这儿 拿着加币 或者拿人民币 都可以到我们 中国银行柜台上去购买 各种面值都有 从5000到100 不同的面值都有 然后拿着这个卡之后 回国之后 就相当于电子货币 可以在中国的任何的 商场啊 网站啊 买机票啊 什么消费啊 都可以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业务开办以来 也受到客户的非常 这个客户非常的欢迎啊 很多客户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到我们这儿来 购这个银通卡 然后用于 那个回国消费 或者是在这里 直接寄送给 国内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在这里 直接登陆中国的一些 购物网站 在网上消费 直接用人民币消费 因为如果你用外币卡消费的话 那个支付的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用这个人民币银联卡来消费的话 这个支付成本 手续费特别的低 哪一种都可以 哪一种都保持公司 这就是我们北约客户 北约客户 852-0868 来来来来 陈总带领了 我带领了 好 我们北约客的行长来了 可是另外一种都可以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